03年女孩,老公妹妹哭着打电话,是不是在学校受欺负了? 好好备运,因为现在太多要不上的,可能是和吃的东西有关。 北车带着好吃的来了,穿着顺风小哥衣服,正好去把货发走,明天就去市场给你们上新款。 昨天发的视频很多姐妹,好奇为啥当时没有药,说的我们很不负责任一样,我们正是负责任才选择不要,当时没有足够的能力。 跟着我们只会吃苦,想着有一定的能力,我们再去药,现在条件比以前好点,我俩能剩下园子,所以才开始备孕要孩子。 来我朋友店里玩一会儿,一会儿准备去县里,听婆婆说妹妹在学校哭了,我们去看一下怎么回事。 玩了一个多小时,婆婆打电话到店门口了,朋友回家吃饭,顺路把我烧到店里面,顺便买点叶酸,要连着吃三个月,本来别人发的,我俩没结婚证别人不给。 婆婆骑着三轮带我去车站,准备坐公交车曲,偷偷地画了一个妆,还是画上有精神。 社交恐惧症了,谁能想到那么多人,应急着还没抢到座位。 在车站就下来,实在是太急了,叫了一个滴滴,有一个人骗我们十块钱,我叫的才五块钱,再等妹妹放学出来。 妹妹很腼腆害羞,学习压力很大,想着下学期跟着我们住。 她这个小姑娘不咋说话,有啥事憋到心里不说,她之前说过在意中学习压力的。 这部原来是这次没考好,又偷偷抹眼泪了,看见她这样不知道怎么安慰,希望她能轻松一点。 我们准备去小区,带一会H哥来找我们。 妹妹说她学校因为学习压力的,已经有两个不在了,听见这样心里很难受。 明明花一样的年纪,却因为压力,看着妹妹和我们在一块开心,我也跟着开心。 和卫之哥商量了一下,下个月就搬进来住,让妹妹跟着我们,至少可以缓解压力。 在家里能放松一下,我点了好吃的,没出去吃,让妹妹吃点。 吃得差不多妹妹该走了,看见她拿着书包,真的心疼她哎,压力大。 希望现在的努力不白费,一定能考一个好大学。